今天在南韓國中正在在生活科技和組織科技教育 在在14號開始一年兩天代表在台灣 參加在在日本黨驚基板的一場創客嘉年華 老師 因為完中和學生小孩典現健康的實力和創意 他派到他的桌子 他的作為完了 經過電腦三比設計和個性 他還造成成為最大的機械獸作品 巨獸二代 不然可以操作動 而且人還可以操作操作 是他們去到專長主播 十月十四號和十五號一年兩天 在日本黨驚基板的創客嘉年華 在主題是南韓國中的老師楊元璋 和學生合作創作的作品 巨獸二代 是利用故鄉下手勞下來派到的圖案作為完資料 聽到經過電腦三比設計和個性 機械結構造成 還有建立電力系統 增加行為相當極大受股價作品 學生小孩在上頭 還在中華民國國際 派到的哲學 改造了經人 行為可以操作 經典的機械獸 這些人還可以操作操作 讓我們從全世界各地的創客都感到最重要 今年在楊元璋老師和師生的共同努力之下 進化為巨獸二代 獲邀參加 Maker Fair Tokyo 2023創客活動 是台灣的唯一參賽隊伍 此次參展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創客為之經驗 充分發揮嘉義市的研發創意 也讓台灣與嘉義市在世界發光 此次交流 讓孩子拓展國際視野 也建立了未來可以交流的網絡 南潘國中在各地市政府和國高速的協助之下 省略南潘科技中心 推動動手 放心 玩科技的教育力量 讓學生人在在學科 和專別測驗之外 貪刑到當初實在的獨處 發揮大大的創意 不用到大家對著科技的熱情 這次話都不是一個電視 竟是學習的機會 讓學生和老師可以陷來自掌描的創機交流 討論他們的國際視野 建立未來可以持續合作的交流網路 也充分到台灣在在科技創新 貪刑是孫桓的名聲地位 水星新聞 杜丁孫王秋山 港義市 蔡英國無道 新城市場 艇 on your feet show me you got so